手機手遊的手法 手機手遊的手法 那有一些比較便宜的手法 他可能發現用一段時間壞了 賣家都不理你 遇到這個問題真的很尷尬 所以今天找的這個是台灣公司代理 一家信心科技 那給大家看一下 他已經出到第二代了 他就叫黑武士 會出第二代就是因為他上一代賣得非常的好 而且他有支援安卓跟iOS 那我個人是比較推薦大家在找手法的話 要注意三個方向 第一個就是手感要好 那大家可以仔細看一下 這類的手法是我比較喜歡的 因為有些市面上的一些手遊 或者是Switch的手法 你會發現他大概都是設計這一個型 那這個型也是公認大部分的玩家 最習慣的這個握法 再第二部分就是最好找有組合鍵的 因為玩很多遊戲呢 他有一些組合鍵 其實你在按的時候會非常花時間 那如果一鍵按下去呢 就自動幫你出招 比人家快一步 是不是玩起來感受上來會比較好 那最後一點就是推薦大家在找遊戲手法的時候 最好找有震動的功能 因為不管你是玩賽車格鬥 或者是RPG等等的遊戲 只要有震動 那個感受上是很直接 玩起來也會比較快樂一點 那剛才講的這些特色呢 這一隻手法都有 所以我覺得還蠻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他的配件有什麼吧 好配件都拆出來了 給大家看一下他的包裝其實是非常有質感的 那再來呢他的配件呢 給大家看一下首先會有一張小卡 上面會有QR Code 這個QR Code掃描之後 你會得到他的中英文說明書 包含iPhone怎麼連接 Android怎麼連接 PC怎麼連接 還有藍牙模式怎麼操作 非常的完整 可以直接掃描得到 然後後面還有一個QR Code掃描之後 可以下載一個非自由戲廳 好那這非自由戲廳是大陸開發的 就是裡面會有一些對岸流行的遊戲 你可以直接上面做安裝 一樣可以透過這手法去玩 那如果你想要玩台灣遊戲也不用擔心 你點到外設管理 可以看到你安裝的台灣遊戲 而且一樣可以做手法上的設定 是非常彈性的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再往下看呢 會有一個2.4G的這個無線發射器 這個呢就讓你連接電腦做使用 但是還是比較推薦 大家可以直接用藍牙去連接 因為這是最方便的 好那除了無線的連接這個電腦的部分的話 也可以用有線的方式 它裡面附的是USB轉Type-C的線材 而且它用的是編織的距離夠長 所以哪怕不是電腦 有一些復古的遊戲機 一樣可以透過這個線材去做連接 非常的方便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手法的部分 好大家手法的部分 這個很像這個插把的布局有沒有 非常的熟悉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材質 摸起來非常舒服 是用磨砂的 但是我覺得正面這個還好 最大的特色還是側面 就是它這個結合處竟然不會刮手 因為有些白牌跟雜牌的 它其實這邊會稍微有一點點刮 或許感受上不會這麼直接 但是你長時間在玩 一直在移動的情況下之後 你會發現只有一條一條的 其實就是被這個磨砂了 那布局的部分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基礎的類比搖桿 然後底配方向鍵 ABSY 選擇開始鍵 音量的增減跟HOME鍵 上面的話就是L1 R1 L2 R2 很大的特別就是它這邊多了CD的功能鍵 這部分你可以去做其他的設定 那不設定的話 它預設是L3 R3 就是類比搖桿的部分 那這部分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你看你大拇指在按的時候 你往下壓你可以按到C鍵 按下這一顆B鍵的時候 往下壓你可以按到L鍵 這部分呢 如果有些遊戲是需要用L3 R3 去做視角切換的話 你可以直接在玩的過程中 直接就做視角的切換 其實這樣是比較方便的 再往後看呢 它的中間有設定它的這個開關鍵 還有四顆的這個組合鍵 你可以去做一個快速出燥的設定 那這個開關跟組合鍵在後面的好處 就是你在玩的過程中 不玩的話其實勾一下開關就可以關機 那這時候你可以看一下 後面的部分 我可以用中指去做這兩顆鍵的切換 所以其實出燥的話是非常的快 因為直接就可以從這個中指 直接按下去做快速出燥 好接下來我們就直接來試一下遊戲的體驗吧 Go 好現在Lio已經把手把跟手機做好連接了 那用的是安卓的藍氧模式連接 那它叫做自聯模式 那也可以用傳統的模式去做連接 那給大家看一下現在這個就是一個APP的介面 那這邊的話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做手筆的升級 因為不同的手機的版本有時候會跟手把衝突 那如果你買的是不能做固件軟體的升級 那就沒救了 那像這個我們可以按下升級鍵 直接去做一個更新 這個好處呢就是未來如果你的手機版本呢 一直往上走 或者你玩的手遊呢它更新之後 不支援這個手把的情況下 那現在有更新的部分就可以慢慢的幫你去克服這個問題 好更新完之後我們就來試一下它的遊戲的部分吧 好接下來我試一下灌籃高手遊戲給大家看一下 它上面會有它的一個懸浮按鈕 我們就把它點下去 我這邊可以跳到這個手把設定的位置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這邊顯示的是山景的一個配置 那我的配置呢是從它推薦這邊去下載的 因為這個遊戲算很熱門 所以它有幫你配置好了 你可以從這邊去下載 比如說有抓流川風呢 你就點下去按右下角的下載並應用 點下去之後它就會配置成功 現在這個模式就是流川風的部分 那如果你要切回山景就按一下山景 按下右邊的應用配置 這樣又可以切回來了 那如果你不想要用它預設的 右邊有一個調整配置 點下去之後呢 這邊有虛擬映射的一些按鈕 所有的按鈕都在這邊 你可以自由去配置 看你要放在這個手機上面的哪一個地方 那這邊你可以自由去做調整 調整好之後呢 按下保存 這樣子就完成了 那更多的地方的話 如果這個配置不OK的話 可以做刪除也可以做置頂 OK當配置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來試一下它的遊戲的一個操作吧 GO 好 給大家看一下現在已經進到遊戲了 那配置都OK了 現在手把是可以直接控制這個人物的 現在綠色這個地方是我 A鍵我設定的是投籃鍵 就是這一顆 那我們就找個位置 投籃 啊 該活過了 那一樣可以透過其他鍵呢 去做操球的動作 它這邊的話其實按鍵都是直接設定好的 有沒有 你看到人物的部分是非常即時 不會因為說藍牙傳速的話會慢0點幾秒 基本上它就是非常的即時 包含你按這個鍵 速度是非常快的 我們再來試一下下一個遊戲 好 再來試的是PUBG 給大家看一下 點開這個LOGO呢 它一樣會有這個默認的配置 配置好之後呢 就可以做這個方向的控制 還有視角的切換 還有好處就是可以做瞄準 我們按下這一顆鍵可以直接做瞄準 有沒有 然後按下右下角就是射擊 然後按下外鍵是換子彈 然後包含左邊的部分可以做這個跳躍 還有方向鍵可以快速蹲下 或者是直接趴下 好 我們出去外面找看看有沒有人 看起來是沒有什麼人 算了 沒有人 沒關係 好 一樣是做一個簡單的控制給大家看 然後我們偷偷射一下隊友 偷偷射一下隊友 好 那基本上它控制就是這樣子 非常簡單 這部分也是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我們再來看一下下一個部分 好 我們也可以把它運用在這個 復古遊戲機上面 給大家看一下 是可以正常做操作的 好 那我就隨便挑一個遊戲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效果 好 我們就挑一個賽車的遊戲 給大家做一個測試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完全可以透過手把的方式來做一個操作 好 那除了控制之外呢 也可以透過這個切換鍵呢 去做一個視角的調整 好 那我設定A鍵是煞車 所以我可以按住煞車呢 做一個摔位 好 按一下有沒有就可以摔位 好 那控制上的話 就是看你的操作怎麼樣 就是基本上 就是基本上 不同的手把可以達到效果是不一樣的 好 那離開遊戲 也可以直接做一個調整跟操作 好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 現在利用電腦的方式做一個測試 給大家看一下現在走的是有線連接的方式 那這邊也提醒大家 如果你是用桌機或筆電的話 基本上用2.4G無線發射器也是OK 那如果是筆電更方便 還可以用藍牙的連接 那為什麼我特定選用有線呢 因為它給的線非常的長 有1米多 所以其實用電腦玩的話 你要拉有線也是OK 它在玩的過程中的話 它還可以做充電 好 那因為它有支援Steam 非常方便 因為它的模擬方式是Xbar的 所以你只要把Xbar這個地方打勾 就OK了 就不需要做設定了 因為它基本上模擬的方式是一模一樣 現在執行的是生死格鬥6 那我們點進去做選擇 好 順便把聲音打開 好 那現在就可以進來了 那我們就隨便挑一個人物 直接做一個執行 好 那現在就可以控制了 那因為它模擬的方式是Xbar 360 所以它其實手法是有帶震動效果 不管是你攻擊人 或者是被攻擊的狀態下 都是會有震動的 因為拿在手上可能看不出震動 我把它放在桌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它是會被打的時候是會有震動的 打我啊 打我啊 笨蛋 其實它這個手法是會有輕微的震動 那它的好處就是不管是類比 或者是方向電話都可以控制 那包含震動效果來說也是非常OK的 那它的操作手感其實真的是非常不錯啦 這部分也是做一個簡單的分享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 測試稍微高一點段落啦 最後跟大家補充一下 其實我在找這類的手法的時候 其實網路上會有很多的在一起 就是說可能升級到最新的iOS就不能用 那我覺得這個是 這個問題沒辦法啊 因為蘋果本身系統就會比較難搞一點 但是如果你買的是一般的手法 不能做更新 那可能真的就廢掉了 但是我覺得這個手法它的好處就是 就是前面有提到它有固件升級 所以未來呢 它可以升級去解決這個資源線的問題 好 那再來就是這個手法後面呢 其實它都有告訴你 怎麼樣去做其他模式的切換 然後就按加鍵加A加B 或是加選擇線呢 可以去做2.4G無線或藍牙的切換 其實很方便 就這樣直接按一按就可以切 然後可以運用在不同的設備上 好 最後跟大家分享它的價格吧 這一個是台灣公司貨 它的售價大概是1800多 那我覺得有這個台灣的品質 跟售後的保證的話 我覺得個人認為是不貴啦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加入這個Line的社群 如果量比較多的話 Leo還可以再幫大家去爭取更漂亮的價格 希望大家可以用最便宜的價格 買到自己最喜歡的手法 好 那今天影片就告一段落啦 我們下一次影片再見 掰掰